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657集 什么意思 望见萧清玄似笑非笑的眼神 他心中蓬蓬直跳 支支呜呜几声 不知该要如何回答 萧小姐哼了声 陈道 还要装糊涂吗 你与那惊刀可汗 月牙小妹妹的故事 在大华早已广为流传 连茶馆里说书的人 都讲得有鼻子有眼 偏偏自家人还蒙在鼓里 你就不愿意对我们说说吗 林婉容偷偷瞧了徐志晴一眼 女军师脸颊烟红 不敢抬头看她 多半是把这事 一五一十对清玄讲过了 她急忙打了个哈哈 坐在萧小姐床边 紧紧握住她的手 不是我不和你说 是因为你在坐月子 正是调养身子的关键时候 讲这些事呢 不合时宜 你是我最对亲爱的老婆 我能不考虑你的身体和感受吗 那样我还是人吗 她满脸正气 声音温柔 萧小姐听得心中一软 轻道 你若真是心疼我 便将你与郁佳的故事 一五一十的尽数到来 这个 徐小姐不是讲过了吗 那是我逼着你徐姐姐讲的 太心疼你 就只剪着好的说 萧清玄称道 现在要你自己续来 才能做数 与月牙的事情轰轰烈烈 了解的人不在少数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她便老老实实 从兴兴府相遇 草原被俘的斗智斗勇 到死亡之海 天山之巅的生死与共 极致记忆消逝 血战王庭 那惊心动地的一剑 当着清玄和诸位夫人的面 她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怎样 讲述起来格外平时 不加一丝的修饰 偏偏这朴实 最能打动人心 待听到六月飞雪 浸染霜花 闺房里的诸位夫人 刹那间静止了 大小姐双眸湿润 急忙扶住了她的胳膊 好一个痴情的女子 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了 我就站在这里 后来的事情 还用问吗 林婉容无奈摇头 将余下的经过讲了一遍 诸人听得无不唏嘘 如此痴心的女子 你怎能很小心 把她一个人留在草原上 萧小姐悠悠轻叹 有些着脑地望着她 众人眼光齐齐盯着她脸颊 显然也有着与萧清玄 同样的疑问 林婉容张了张嘴 啊了几句 不知该要怎样回答 骆宁心中不忍 急忙为她辩驳 这位金刀客行 是个胡人女子 大哥是怕姐姐误会 才不敢将她带回家中来的 是不是大哥 宁儿一个劲地 对她递眼色 萧小姐看在眼中 脸上一红 无奈称道 什么不敢带回家中 我是那样不讲道理的人吗 出征前对你叮嘱一句 是怕你在外面处处沾花惹草 一直将来不可收拾 可这位郁家妹妹 美丽智慧 灵力可人 身为金刀客汗 对你的情意却是感天动地 举世皆惊 她一个胡人女子 都有这般的胆色 你这呆子 怎么反倒 喂手喂脚起来了 你对我是 你平日的胆量 都去哪里了 萧小姐为郁家 真心所动 轻声责怪着 倒是为那胡人女子 名气不平来了 林婉容挨了骂 心里却是舒坦 清玄的责怪 正是对月牙的关怀 焉能让人不喜呢 她低下头 小声道 不是我胆小 当日送别的时候 我曾强留过她 只是她决心已定 要留在草原 补偿她的族人 我若强迫了她呀 只怕她一辈子都不开心呀 萧清玄嫣然一笑 无奈道 傻郎君 你也不想想 她为了你什么都肯做 又怎会拒绝与你长相厮守呢 那不是自己 把自己的幸福给毁了吗 这世上 哪有这般傻的女子 你呀 你要是带不回她 只是因为你的心不够沉 林婉容长嘘了口气 漠然无语 大小姐显然被郁佳的情谊所打动 小声道 我倒是很想见解 这个传说中的月牙 要不 我们去凸鸡王亭看看吧 好啊 洛宁 郁霜 仙儿 琪琪拍手 欢心鼓舞 显然与大小姐想到了一处 林婉容吓得脸都白了 急忙摆手 不行不行 两国才打完仗 路上也不太平 你们这一群 如花似玉的小娘子上路 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洛宁拍着手 嬉笑道 这还不好办吗 让金刀可汗 派兵护送就是了 我想 他一定会欢迎的 说起来 我们还没见过女可汗呢 月牙妹妹 真为我们女子长了脸 连文静的乔乔都心生向往 眼神渐渐的闪亮 我也没见过 我也想去草原看看 形势有些不妙 诸位夫人从对月牙的同情 逐渐转化为个人崇拜了 小妹妹那是何等人物 享誉草原的金刀可汗 能文能武 色意双全 聪明的 就像小狐狸 连我都有些搞不定他 若叫宁儿他们与月牙混到了一处 家里还有我站的地方吗 唉 都别添乱了吧 林婉容摇头长叹一声 你们也不想想 他一个女人 截然一身 无依无靠 要在草原上立足 要面对无数虎狼一样男人的目光 去蛰伏他们 统帅他们 他容易吗 确实不容易 几位夫人被他一语震住 都不敢说话了 见了瞧瞧有些失望的眼神 他心中不忍 忙拉住小妮子的手 温柔道 你们放心 等将来草原太平了 两国和睦了 不要你们说 我也会带你们去草原逛逛的 我们去天山 去乌苏布鲁尔湖 哪里最美 我们就去哪里 女人是最好哄的 听她开出空头支票 几位小姐历时兴奋起来 拉住了徐志晴 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仿佛明天就要去草原了 终于摆平了 她得意洋洋地点头 萧清玄在她胳膊上拧了下 悠悠道 我们姐妹是快活了 只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月牙小妹妹 人间最苦 莫过相思 她孤身一人 此刻 也不知藏在哪里偷偷抹泪呢 她是曾在相思中煎熬过的 有几级人 自能体会郁佳的心境 林婉容嘴唇微微捏入 眼前浮起一个窈窕的身影 心中顿如针扎 萧小姐握住她手 柔声道 我的夫君 是个爱憎分明的英雄 便有万般为难 也绝不有富于人 你早点去看她 接她回来 莫用富了人家 老婆 你真好 林婉容鼻子发酸 紧紧拉住清玄的手 感动得无以复加 萧小姐望她微微一笑 我好 言之过早 月牙的事也算团圆了 就此服过 我来问你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瞒着我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还有什么事啊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她忙从怀中掏出木盒子 与房器 哗啦一身摆在清玄身前 腼腆道 刚才那个鬼佬啊 送给我好多礼物 钻石 房产 还有 还有两个 法兰西小美人 我交工 通通交工 望着眼前的花花绿绿 萧小姐顿时气苦 连法兰西小美人 都给你送过来了 这西洋人 当时了解你 林婉容甘笑两声 极其严肃道 是西洋人龌龊 我可从没想过这些事情 法兰西小美人 算个屁啊 我家里的娘子 哪个不是美如天仙啊 要那些黄毛的 西洋婆姨做什么呀 老婆 你说是不是啊 萧小姐哼了声 招手叫洛宁 将这些物事 揭了过去 充作家产 宁儿将那藏着美人的房器 夹在手指上 对着大哥嘻嘻一笑 也不知 是个什么意思 带到洛宁收拾妥当 萧清玄神色平静地 看她一眼 夫君 你还有什么事情 要告诉我吗 仙儿恼怒地朝她嘟嘟嘴 与大小姐抱住 林轩赵征兄弟俩 一干人缓缓出了房去 闺中只留她与清玄 萧小姐神色诡异 似爱似恨 复杂无比 林轩蓉心中 顿时砰砰直跳 呃还 还有什么 萧清玄无声转过头去 悠悠道 你要不说 我就不听 以后再想和我说起 我也绝不会听 这是在下通牒了 以清玄的性子 她肯定会说到做到的 林婉容头皮阵阵发麻 迟疑了半晌 才小声道 我我我和安姐姐 我和安姐姐 清玄清安了神 将身下的锦被抓得紧紧 你和安师叔怎样了 林婉容嘴皮子直抖 就是就是我我和你你这样 什么 不不不你不要误会 我们还没苟合 只是两两情相悦 两两两情相悦 萧小姐苏兄极颤 气道 安师叔是仙儿的师父 你你怎能和他 妹妹知道吗 她实在不敢抬头 只得含混道 仙儿 她她也许不知道 也许有有所察觉 你 萧清玄咬着嘴唇 生生看着她一字一顿道 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林婉容心里顿如同 打鼓般的激烈碰撞 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还有 还有仙子姐姐 我师父 她怎么了 我和仙子姐姐 那个两情相 她头都垂到地上去了 砰的一声 床上的枕头 连同被子狠狠地砸了过来 萧小姐浑身筛糠似的颤道 眼中禽满晶莹的泪花 狠狠道 出去 你快给我出去 精卷 她吓得跳了起来 急忙将被子给她盖上 你还在坐月子 可不能动怒 我本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你说 就是怕刺激你啊 萧小姐使劲推开她的怀抱 脸色煞白 泪珠落满脸颊 你出去啊 快给我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她恼怒地将枕被揉成一团 就要向她砸来 望着那指着薄薄睡衣的柔弱身躯 林婉容吓得面无血色 急忙白瞅 先把被子盖上 别落下病干 清玄 你不要生气 别打别打 好好好 我先出去 萧小姐瞪大的眼睛 泪落如雨 早把床上的被子踢完 根本就不给她一丝解释的机会 连一向温婉的清玄 都能恼怒成这个样子 这次真的是闹大了 林婉容无奈之下 垂头丧气 缓缓向门口走去 尚未拉动门栓 她忽然站住了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她鼻子阵阵发酸 摇着头轻轻一叹 却是哽咽的 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咣当推开门 无声无息地 消失在夜幕之中 听到那关门的声音 萧清玄疏然转过头来 望见那不断浮动的帘子 她忽然掩住面颊 无声地哭泣了起来 一只温热的小手 握住她掌心 姐姐 怎么办 相公真的被你吓住了 我才不管她呢 萧小姐恼怒地哼了声 秦仙儿悠悠道 也难怪你不想管她 相公真是坏透了 我盛房一脉 姑且不论你我 单看师父师叔 那是多么轻高的人 竟全都落在了她掌心 你说 她是怎么做到的 是她拿命换来的 萧清玄目光悠悠 轻声言道 秦仙儿微微一愣 呼觉萧小姐这一语 真真正正道出了其中的实质 仙儿 她去哪里了 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萧清玄泥难道 秦小姐眼圈发红 她一个人下楼去了 整个人都没了神 悄悄在与她说话呢 萧小姐眼中闪过浓浓的心疼 温柔摇头 轻道 这个傻子 看着聪明 其实是一根筋 容易犯冲动 这一闹 只把饭都吃不下去了 她在边关本就消瘦 又受了伤 要不吃饭哪行啊 你们抱萧儿真儿 都和她玩耍 让宁儿 郁若 好好地看住她 陪她说说话 哄她好好地吃饭 她的剑伤 外表随好了 却是要僵养的 每日里 要用药草浸泡 热汤沐浴 药草我都配好了 放在宁儿房中 她爱吃乔乔做的点心 要断热的给她 那生冷的 败皮伤胃容易伤身 不要就着她的性子 由她胡论 秦仙儿扑吹一笑 这倒是比照顾月子还周到了 姐姐 你不是不想见她了吗 还关心她做什么 萧青玄脸色一红 急忙偏过头去 谁关心她了 我是贪心她恶病了 累着你们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